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读书栏目 我发现因为安倍晋三最近被遇刺身亡 中国的讨论这个五十道的人开始今天多起来了 在安倍被证实死后不久呢 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 在网上到处都有 说安倍晋三的一个安保团队当中 有六个人在奈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外面的停车场 集体切副了 这个谣言编的是有鼻子有眼 有人名人有地址 这消息我其实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而且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对日本一知半解的人编造的 因为他们一想到说五十道就想到了切副 我经常看到在网上有些小粉红 因为恨日本恨的是咬牙切齿 他们口口声声说日本人是他们一生之敌 那既然是一生之敌的话 那就先花点时间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敌人 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很简单易读的一个入门级的小书 叫做五十道 这本书是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农学家 教育家新渡户道造写的 他的头像是曾经被印在1984年推出的这五千元的日币上 听到新渡户道造的名字 很多台湾朋友可能会感到很熟悉 他被称作是台湾唐业之父 新渡户道造在1862年生于日本的圣刚 一个南部的藩式家庭 他年少时代入读基督教会举办的这个扎谎农学院 也就是今天的北海道大学 188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深造 后来留学美国跟德国 然后在德国取得了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他在1891年和一个美国的教育家结婚 在1901年 他应他的同乡 台湾民政长官后腾新平的邀请 就到了台湾 然后担任这个总督府的技术顾问 他到台湾之后呢 就花了半年的时间来考察全岛 发表了唐业改良意见书 大大的推动了台湾制唐业的发展 所以被誉为台湾唐业之父 新渡户他在去台湾的前几年 经常跑到美国加州去休养 那在休养期间呢 他闲着没事干 就写出了五十道这本小册子 他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美国太太 和他的美国朋友们来解释 日本的五十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呢 这一本书一出版 就在英语国家大卖 连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都是赞口不绝 还送给他的很多朋友 然后这本书呢 就被译成了多国文字来发表 畅销全球 这本书虽然写在1899年 但是现在看呢 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性 因为他本来就是日本人 把这个日本文化介绍给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著作 如果再配上另外一本 日本的古代的书籍 叫《夜隐门书》 还有另外一本书叫《五十道初心集》 那基本上呢 就可以对五十道精神有一个初步的 但是比较完整的了解了 五十道源于日本武士的修身出世的哲学 而武士它在日本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阶层 在古代日本这种以血统划分阶级成分的这个社会 武士本来呢 他是出生是极其低贱的这么一帮人 公元645年 日本孝德天皇继位 就开始进行改制 然后开始效仿中国的大唐帝国 绿令制进行改革 史称大化改新 企图建立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国家 但是局以怀而止 那么绿令制在日本水土不服 新的土地政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导致许多人搬家逃亡 搬到皇上购不着的地方 地利有所不及之处 这些逃走的人呢 就像美国西部片里边的这些拓荒者一样 开始过上一个没有秩序的生活 面对这样一个无政府无法治的这种恶劣的环境 这些农民们就开始自己武装 开始组织起来 那久而久之一些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 就变成了武士 武装之后的武士 那么渐渐的武士们就开始越混越好了 有的成了土豪士绅 在日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阶层 俗话说发财要利品 有钱有势有了物质文明之后呢 那你肯定想要精神文明 所以武士道精神就在武士阶层当中就慢慢的形成 孕育出来了 他吸取了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 神道教和中国来的恐梦之道 这各种精华 那么据新渡户的说法呢 就是佛教给予了武士道听天由命的平静 和对不可抗力的服从 以及对危险灾祸的坚忍沉着 还有就是彼生而亲死的淡然心境 然后神道教呢 给武士道灌输了大量的中军 敬祖的这样的思想 新渡户在书中就指出 神道对于祖先的崇拜 使得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元祖 那对于日本人来说呢 国家不仅意味着说采金播种的土地 他更是诸神和祖先之灵的神圣居所 而天皇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权威图腾 更是这个国家缔造者和象征 那恐梦关于君君臣臣夫妇子子 还有夫妇长幼朋友之间 这样的三纲五常的思想 更是跟后来长期处于这个统治阶层的 武士道价值不谋而合 被天衣无缝的又自然而然的纳入到了这个武士道的思想体系当中 有人就参考这个新度顾道造的总结出来的武士道精神 然后概括出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那当然了 因为怎么总结的人都有 他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标准 我们只是简单的随便说几个 一个是义就是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就是敢作敢为坚韧不拔武艺高强 人就是宽容有爱心有同情心有侧隐之心 理就是有礼貌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 关注他人的想法 成就是诚实真诚 你对待不同的阶层都应该一视同仁 不能够这个狗眼看人低对吧 明就是注重名誉 面对诱惑要有坚韧的这个态度 有定力 忠就是忠于自己的上级领导 克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 要有自治能力 那么这就是武士道的极大精神 那么武士道精神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一个部分就是他们的生死观 死防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话题 也是最终极的人生哲学 另外有一部关于这个武士道的著作 在日本家喻户晓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叫做夜隐 或者夜隐文书 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选修东亚哲学这个课程 还选这本书作为一个参考书 那么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武士道者死之未也 也就是说这个武士道精神的一个核心 实际上就是如何的面对死亡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说日本战国末期和江户初期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文明天下的建道家 叫柳生宗菊 这个人确实存在 他在当时的穆浦将军 德川家族里面教授建道 那么话说呢 有一天有个武士就跑到他这 想拜师学义 然后柳生就打量这武士一番 就突然惊讶的问说 不对啊 我看你啊 像是一个建道高手了 你告诉我你是学哪个流派人 这个人就回答说 很惭愧啊 我从来没有学过建道 那柳生就有点生气 说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眼光如果这么差的话 那还能叫得了这个将军吗 对吧 然后那个人马上就道歉说 哎呀 说这个大师息怒 真的是很抱歉 我真的对这个建道是一无所知 这是实话 那柳生觉得这个人 好像又并不是在撒谎 然后就问他说 既然你这么讲 那你可能真的没有学过建道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你是某一方面的高手 然后对方就说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啊 其实呢 我确实是修炼过一样东西 就是在年少的时候 我立志成为一个完全不怕死的武士 所以在人生当中呢 我一直在思考死亡的问题 一直在想方设法的 跟这个死亡来做斗争 最终我发现自己已经渐渐的完全不惧怕死亡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一点 然后柳生就很惊讶的 一拍大嘴 正是我判断了一点都没错 建道的秘诀就是不怕死 那么我在本流教了这么多的上百个弟子 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建师的资格 但是我觉得你连建道的技巧都不用学了 你已经是很出色的建师了 这个故事有可能是这本书编的 这个作者编的 但是呢 它凸显了日本武士道 多么重视生死观这个议题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那你绝对没有资格去做武士 日本这种舍生忘死的人生观 在中国人的里边经常被批得体无万夫 有时候中国人觉得说 那个我们中国人都聪明 我们有优越感 你们日本人太傻了 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你们日本人动不动就欠负 死了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你还不如苟且偷生 这是有些中国人的看法 还有一些中国人觉得说 武士道的精神可以证明 这个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了这种暴力的思想 所以当年侵略了中国 侵略了整个亚洲 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亡命之徒 那武士道呢 还有的时候被中国人会拿来证明说 日本人啊 这个逃避责任 动不动就自杀 很软弱无能 其实知道今天还是有不少的小粉红 嘲笑切负的这种行为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要自杀 觉得这个古代的日本人是又傻又疯 但是当我们见多识广了 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我们就能够察觉出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屑一顾的感觉 其实就是文化的碰撞结果 以及层次太低 看不出这个文化当中的优点 其实文化来自于社会 那不同的社会结构就会育育出不同的文化传统 日本呢 它是一个有封建传统的社会 这跟中国上千年的这种专制文化是有很大不同的 千万这一点是中日两国最大的一个差别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明治维新能够成功 中国的这个就成功不了 新渡户这本书呢 当时在美国 在欧美热卖 也是因为它是无有意无意之间的 就把这个武士道的精神 跟同样具有封建传统的欧美的骑士精神 拿出来做了对比 所以像罗斯福这样的人 就可以迅速的能够明白 这个武士道的精髓 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精神 跟武士道精神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对荣誉的追求 那么这个新渡户在他的书中就强调说 如果能得到名誉 声望 生命意义不足惜 因此当面对比生命更可贵的事情的时候 武士们就会为此极为平静的迅速舍弃生命 对名誉的看中的社会呢 它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 就是一旦你受到社会的谴责 你就会射死 就是受不了了 觉得活着就没有意义 日本历史上就有村八分这种说法 这个词到现在为止 凑备很多的日本媒体 觉得是很敏感的一个词 它是在日本传统社会当中 就是你破坏了村落的规矩跟秩序 你就会被采取一种 孤立跟排挤的惩罚方式 就是人们把这个一个村子 他的社会生活分成了十件事 哪十件事呢 成人礼 结婚 生产 照顾病人 房屋改造 水灾救助 年度的祭祀 旅行 以及葬礼和灭火 这算是实践集体活动了 那么被村八分的人呢 就会被排挤出 这其中的八种社会生活之外 就是只管葬礼跟灭火 其他事你都不能管 因为葬礼跟灭火 这两个是涉及到其他人了 每个人都有义务的 但是另外的八件事 你就不能做了 那被村八分的人 就很难在这个村子 继续的立足下去 那么往往就只有选择 就是自禁 或者是逃亡了 在这样一个 严厉的社会生活当中 你活着肯定是感到 很压抑的 压力山大 而且大家都会 特别注重人际关系 和表面的功夫 这就是为什么 日本人就特别注重仪式感 甚至连自杀切腹 他都有一个 复杂跟痛苦的一个漫长仪式 让人感觉非常的庄严沉重 但是凡是有利就有弊 有弊也有利 在一个重视荣誉感 仪式感和责任感的 这么一个社会 它必然不会出现 一盘散沙的情况 比方说老人倒在地上 没人敢服 这种荒谬绝伦的现象 就不会在日本出现 还有什么 制造三绿青山的奶粉 毒害婴儿之后 甚至还想方设法去掩盖 这种无法无天 毫无道德信仰的社会 只有在中国 在日本不会出现 像唐山这种公然调戏 殴打妇女 然后受害人 集体的晋升 甚至都不能接受采访 最后不了了之 你去为他发声 你去关注这些事情 可能还被禁言 这种事情 也不可能在日本出现 你更不可能做到 把整个的东京 大阪 封起来 让老人都饿死 在家里边 也不许出去 有疾病 也不能够及时的救医 不管以什么防疫的理由 你做出这种无情无义的行为 那一定是后果很严重的 就是你不能够说 因为没做核酸检测 因为你是阳性了 然后就有人闯进你家 侵犯你的人权 侵犯你的罪言 把你这个家里消杀 或者把你抓走 集中营给关起来 至少在东亚国家 这是中国特色 虽然时至今日 武士到在日本已经示威了 但是我相信像上海封城这种事情 那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东京或者大阪 那么当然了 更不可能出现在欧美国家 这样的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家 就算是天皇首相下了一个命令 说要这么做 那么人民也会在一帮有荣誉感 有责任感的这些领袖的带领下 去反抗 去阻止 虽然在中国的B站上面的小粉红 很喜欢嘲笑日本的年轻人 说他们是平成废宅 但是中国执行完全不合理的这种封城 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么大帮人被强制做核酸 强制捅鼻子 强制宅在家里边 等于是被强制的废宅化了 逆来顺受 他们自己的权益天天被侵犯 又有多少人敢站出来去反抗呢 说日本人是平成废宅 人家至少是自愿在家里待着的 你是被非法的禁锢在家里的 能一样吗 是谁更废呢 现在有一帮人说到武士道 就本能的去鄙视他 嘲笑这套生死观 嘲笑他的荣誉感 其实他们是在鄙视自己 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在一个 完全没有信仰 没有道德的社会 一个散沙化的社会 一个互害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 只能会让人感到 严重的缺乏安全感 人就往往会变得很懦弱 懦弱本来也不要紧 但是最怕的就是 你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 假装的很强大 打肿脸充胖子 那就会变得虚伪而可笑了 好 这一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就是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点击它获得节目更新的提醒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